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聲線金華城容積獎勵風波 誰的會議紀錄一一曝光 議員在踢爆當初的獎勵方案 並非由金華城次行提出 對 會議七百六十八次會議紀錄曝光 內容記載請金華城和市府都發局協商 演擬方案四 而這個方案四就是市府讓金華城 使用都更計畫取得容積獎勵 議員為此發函給內政部 內政部八月十九號回函 都市計畫選議應該客觀公正 不宜就私人申請個案 在訴訟敗訴之後 改提容積獎勵案 居然是市府給他的指導跟建議 而這樣的指導跟建議 又沒有行諸於正式的會議紀錄 或者是公文簽程 這形同是私相授受 其實二零一八年金華城容積率 被認定是百分之五百六十 金華城不滿提告北市府 案件纏鬆兩年到二零二零年 七月十六號金華城被辦敗訴 七月底會議結論 警變都委會認為市府無需予以補救 柯文哲仍火速為金華城大開後門 這個中間的過程顯然只是要拉 都發局來做背書而已 很多我們臺北市府都發局也好 或者是都跟處的同仁 他們都只是被交辦 他們也都知道市長其實就已經要 這樣子的結果 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第二任期 聽金華城按加速開綠燈 還想拉都發局當背書 隨著檢調介入 線索陸續爆出 也讓外界好奇 柯文哲能否全身而退 三立新聞黃新城去到雲台報導